我天生乌鸦嘴 我妈生下弟弟那天 四岁的我说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 讨债鬼来咯 被我爸听见了 他拿起针就把我的嘴巴戳破了 我流了好多血 我姥姥心疼的把我抱在怀里 怒斥着我爸 这只是一个孩子 你至于吗 我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爸 用只有姥姥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 他要死了 第二天 我爸开的大货车就出事了 发现的时候 早已经被压成一摊烂泥了 1.我妈拿到我爸的丧葬费之后 就带着我弟弟去了深圳 把我留给了我姥姥 他说我爸是被我克死的 我是天生的讨债鬼 我盯着他怀里的弟弟心里想 明明弟弟才是讨债鬼 为什么要说我是讨债鬼呢 从那天开始很少再见我妈 村里人不知道我开口说过话这件事 无论大人 小孩从旁边路过 都是哑巴哑巴的喊我 有些讨厌的小孩会用泥巴扔我 没爹没娘的野种 快点滚开 我们才不跟你一起玩呢 小孩子的善恶是纯粹的 我姥姥插腰上门 挨家挨户的骂过无数次 也没有多少用 这天姥姥进家门的时候 我正在灶台看锅 姥姥从她的布兜子里 掏出了一本一年级语文课本 她摸了摸我的脑袋 慈爱的说 亲亲 今天我帮人干活 人家当工钱给我的 姥姥叫你认字好不好 我摇摇脑袋 我不想认字 认字哪有鼠蚂蚁好玩 网人温和的姥姥发了好大脾气 眼神锐利的看着我 不想认字就不要吃晚饭了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吃饭 过了两个小时 我找到了姥姥 手舞足蹈地表示 我要学认字 倒不是我想清楚了 是我发现了 我如果真的不愿意认字 姥姥真不愿意给我饭吃了 我肚子了 姥姥看我开窍 脸上带了几分笑容 连忙去给我盛饭 姥姥就知道 亲亲最听话 吃完晚饭咱就认字 从那天开始 姥姥每天都教我认识一个字 她自己也不认识 就去问邻居 就这样 等我长到八岁的时候 已经可以认好几百个字了 我已经可以用写字的方式 和姥姥正常的沟通了 我有一块书写板 稀罕得不得了 这是我妈在深圳搬家的时候 当垃圾一样扔掉 姥姥去给她帮忙 然后偷偷地捡回来给我的 姥姥知道我会说话 只是不愿意开口 她对所有人都说 我只是贵人语吃 二 我十二岁这天晚上 姥姥给我下了一大碗长寿面 小麦面条顶上 还铺着两个金灿灿的荷包蛋 还搭配着两根 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看起来迈向极家 我吃得满嘴流油 冲姥姥摆手示意 让她也趁热吃 姥姥笑眯眯的看着我 并没有动筷子 吃了长寿面 姥姥的青青 要一辈子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青青十二岁了 我大姑娘许的啥生日愿望 我咬着筷子头想了一会儿 拿来个纸和笔 一笔一画地写下了 和姥姥永远在一起 有一个幸福的家 屋内祖孙俩温情绵绵 屋外漫天风沙呼啸 天气隐隐约约的要下雨 三 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 我一边吸溜着香喷喷的面条 一边心里纳闷 这点谁能来啊 我家平日里 也没有几个交好的左邻右舍 一个孤寡老婆子带牙女 平日里人家都避之不及 唯恐沾染上麻烦 我探头 看见了我妈妈 她领着我的弟弟进了门 疲惫不堪地把包放在了炕上 我心里十分高兴 妈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特地回来给我过生日吗 妈妈也看见了我 和我面前的长寿面 她深深地凑起眉头 今天是你的生日 弟弟拉着她的手 妈 我饿了我也想吃煎鸡蛋 我妈她没有搭理弟弟 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我点点头 表示今天是我的生日 心里有些期待 我妈有没有给我买礼物 心里又反驳掉了 在我的印象里 我妈是不可能单独地回来 给我过生日的 我妈突然大不得冲上来 结结实实地扇了我一个耳光 然后扑天枪地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个丧门心 你克我 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我被这一巴掌扇蒙了 脸迅速地肿了起来 这时候我老插上门进了屋 看到我被打 连忙跑过来 心疼地抱住了我 你平白无故地打啥孩子 今天是青青十二岁的生日 要发扬巅峰 给我滚出去发疯 我妈又哭又笑 瘫坐在地上 用手指着我 这个贱丫头刻我呀 妈 我明天就能去副首付买房了 天天今天何须 把人家电动车的车棚都给烧了 我赔了二十多万啊 我这辛辛苦苦地 八年攒下了二十多万全没了 人家小区也不让我带何须住了 离我连夜回来 他那眼朦胧地看着我 你到底是哪门子灾行转世啊 先咒死了你爸爸 又来扣我和你弟弟 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求求你了 你去死吧 好吗 我被他的声嘶力竭的怒吼震住了 泪水迅速地聚集着我的眼眶 我不明白 按他说的明明是弟弟放火 把人车棚给烧了 为什么会说我的错 姥姥推我一把 亲儿 你先带弟弟去睡觉 姥姥来跟你妈说 我点点头 想去拉何须的手 却被我妈怒吼 你这天杀的哑巴 别碰我儿子 要是外人这么说我 姥姥会插着腰 跟他大骂三百个回合 把骂我的人骂到磕头求饶 可是说这话的是我妈 姥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躺在床上流着眼泪 一夜都没有睡着 眼睛哭得像核桃一样 夜深了 姥姥才躺在我的旁边 叹了口气 把我搂入了他的怀里 亲儿别怪你妈 他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 第二天我照着刷牙洗脸上学 我把我妈失落无误 这么多年 她没有管过我问过我 反而说我是天杀的哑巴 哑巴怎么了 反正我只要姥姥 我不要认这个妈妈 她不配当我的妈妈 四 我妈回到村里这几天 忙上忙下地 给何旭把学籍转回村里 又带着何旭 走劫串相的任亲戚 八岁的何旭 让她养得刁蛮任性 何旭觉得 是自己是大城市里来的孩子 处处表现得高人一等 很是看不起村里的孩子 这天她在树底下坐着 拿着她的玩具跟旁人炫耀 这个可是我妈托人 从国外给我买回来的小火车 稀罕着呢 她一按托马斯的脑袋 火车的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 放地上还能自己跑 离沈家的小孙子英豪 馋的口水都要下来了 何旭 你玩够了 也得俺玩玩 何旭不屑地瞥一眼她 去去去 你乡下人给我弄脏了 我才不给你玩呢 你自己去撒尿活你玩吧 英豪翻了个白眼给她 俺是乡下人 但俺家又没有嗑自己 爹妈的哑巴姐姐 英豪说完在原地唱起歌 手舞足蹈地说 何旭姐姐是哑巴 哑巴的弟弟叫何旭 何旭拿着小火车 他给哑巴当弟弟 何旭让他气得要命 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就砸他脑袋上了 边砸边喊 你姐才是哑巴 我没有姐姐 我妈说那是讨债鬼 她迟早该死的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这个臭乡下野孩子 等被大人发现的时候 英豪的脑袋上 已被何旭用石头 划出一道十里米的伤口 带去医院 足足地缝了十四针 当天下午放学 我回到家里 发现没有开火做饭 姥姥和妈妈也都不在家 等到傍晚 我老他们终于回来了 我妈扭着何旭的耳朵 让他跪在地上 我在旁边写作业 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我妈歇斯底里地冲他吼道 为什么你要拿石头打人 你知不知道我 为了让你回来上学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你就不能听话一点吗 你这样在村里没有朋友 以后怎么能好好的 何旭伸手指着我 我要这样的姐姐 我要爸爸 我不要姐姐 他倒是先委屈地哭上了 我姥姥脸都绿了 第一次骂我弟弟 你姐才不是讨债的 清清是好孩子 我妈听何旭说完 是因为我才打架的 怒火一下就点燃了 何清清 我上辈子给欠了你的是吗 你非要客死我和你弟弟吗 你知道因为你我受了多少罪吗 我把写好的作业 放在了书包里 然后看着跪在地上的何旭 他肥胖的脸上 没有丝毫孩童的可爱 只有黏乎乎的鼻涕 和被肥肉挤成缝隙大的眯眯眼 一张大嘴哭嚎着 我说不出对他的厌恶 那就让真正的讨债鬼段子绝孙 活不过16岁吧 我鬼使神差地 说出了近乎诅咒一样的话 因为常年不说话 我声音很嘶哑 五里四个人却听得明明白白 姥姥冲上来抱着我 清清 不要说这种话 咱家没有谁是讨债鬼 他像中邪一样不停地念着 童言无忌 老天莫怪孩子说胡话 老婆子替他赔礼了 姥姥跪在地上疯狂地磕头 不一会儿脑门子上就是于清 我心疼地去拦他 他却想拉我一起跪下 何清清 你给我跪下磕头 跟老天爷说 你刚才说的都是胡扯八道的 我执拗得不开口 像是又变回了一个哑巴 我妈倒是笑了 妈 既然她敢读咒 那咱就看看老天爷到底开不开眼 你放心 这个贱丫头要是真美了 你还有女儿 还有金外孙 都会养着你的 姥姥没有理她 摇着我的肩膀 清清 你改不改口 我依旧沉默地摇了摇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失望至极的姥姥生平 第一次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想在我妈面前哭 忍着眼泪摔门而出 五 跑出家门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乡间的田笼上 乡间月朗星熙 即便是没有灯光 也照亮堂堂的 只是却遇上了村里两个下晚自习的高中生 这兄弟俩比我大了三四岁 十七八的模样 大的叫吴左 小的叫吴右 他俩以前也喊过我哑巴 被我姥姥找上门告家长 爱与邻里之间的面子 他们家里狠狠地赏了两人一顿竹孙炒漏 没想到这种情况下碰上了 二人对视眼之后 一前一后地拦着我的去路 清清 大晚上出来溜弯呢 我想跑 却被他们拉住了手 吴右笑道 来跟哥哥们一起玩一会儿 别着急回去嘛 吴左吴右两个人拉着我的手 硬扯着我把我带到了玉米地 我想放声呼救 却发不出声音 嗓子又像被棉花堵住了一样 吴左把我按在了玉米地上 手不老实地乱摸 胡乱地截我的扣子 轻轻长大了哈 你看着皮肤溜光水滑的 他把嘴巴凑进我的脖子 努力地嗅着我身上的气味 吴右看上去还有点担心 哥 不会被人家发现吧 这丫头 他姥姥凶得很 吴左恶狠狠地在边上吐了一口浓潭 怕什么 你不想玩吗 你要是怕你就回家 老子自己爽 他一个哑巴而已 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嫁出去 咱俩完他是看得起他 我虽然只有十二岁 我也知道 这两人肯定没想什么好事 我穿了一件衬衫 很快地被兄弟二人撕扯开了 里面只有我的小背心 他们俩一人按住了我的手 一人按住了我的脚 接着想要对我为所欲为 情急之下 我脱口而出 要是碰了我 你们俩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吴左吴右吓了一跳 他们没想到我会说话 吴右还是有些胆怯 哥 他不是哑巴呀 要不算了吧 万一说出去怎么办 吴左很力地看了一眼我 本来想咱哥俩完了就算了 他会说话 那就不能留着他了 待会弄完之后 把他弄死吧 我心下一冷 这吴左不过是一个高中生 怎么又如此狠的心肠 他嘴里的杀人 就像杀鸡一样轻松 兄弟二人的手 在我身上游走着 嘴巴在我身上 胡乱地亲着 拱着 我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心里恨得发痒 想着就算是死 也要这兄弟二人 跟我一起死 正当吴左嘻嘻嘻嘻地 脱裤子的时候 这时突然我身上 传来一声惨叫 哥 我被蛇咬了 怎么办 吴右举起手臂 上面是一条筷子 粗的竹叶青蛇 他吓得脸都绿了 吴左骂了一声妈的 松开了我 赶紧去帮他弟弟 把毒蛇取了下来 然后趴他弟弟胳膊上 就给他弟弟往外吸毒血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我撒鸭子就跑 六 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家里 差一点 可能只差一点 我就再也见不到姥姥了 姥姥看我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 身上还残留着青红的痕迹 那里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哭着抱着我 是谁干的呀 青青 你告诉姥姥 姥姥拼了这条命 也要杀了他们全家 我哭着摇头 我妈坐旁边像没事人一样 讥讽我 我就说有些誓言不能乱发 刚说完话 就报应在自己身上吧 这么年轻 就让人破了身子 以后要小孩也难 可不是段子绝孙的讨诈鬼 我想说我没让破了身子 可我妈的眼里 堆满了不屑一顾 她只能看到她想看的 姥姥双眼通红 王亚梅 你是个当妈的吗 你说这种话 你丧不丧良心 你要是再针对青青 就带着你的宝贝儿子给我滚 你没有青青这个闺女 我也没你这种闺女 你没回来之前 我们娘俩好好的 你回来之后这么多屁事 我看你才是那个讨诈鬼 我就不该生你 姥姥给我洗漱完 又检查了一下我的身子 直到确认我真的没有被侵犯 才稍稍的松立可泣 还没等姥姥心诗问罪 天一亮无左无右的家里人上门了 来了十几口子 半个村的人都蹲在我们门口看热闹 无左无右的爸妈不是空手来的 他们抬了两具尸体 浩浩荡荡的堵着我家门口 何旭看有人敲门了 上去就给人家开门了 无左无右的爸妈扯着他 你姐昨天去哪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何旭眼睛眨也不眨 我妈说 何青青昨晚跑出去找男人去了 我咋知道他啥时候回来的 我都睡着了 我姥姥听着这话差点晕厥过去 无左无右的爸妈开始嚎啕大哭 老天爷啊 何青青一个不要脸的小贱货 勾引我两个儿子 昨天我左左 右右两个蛋半夜都没回家 我跟他爸去找 然后发现两人都晕厥在了玉米地里 右右还有一口气 说找何青青 肯定是这个天杀的小贱货 勾引我儿子 他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呀 邻里邻居得把我们家堵得水泄不通 对着我指指点点 村长的小姨子吐着瓜子皮 才是二岁就会勾引男人了 还一次两个 你们说别看他是哑巴 别的地方倒是挺有天赋啊 姥姥强称的一口气 不是我家青青 我家青青没有做那种事 你在这里满口喷石 我就不客气了 六婶子搭话 何青青他老 你说的这是啥话 咱村里男娃本身就不多 人老吴家 也是省吃俭用的工的两个高中生出来 现在出事了 你不给人家用说法吗 我老冲他骂倒 说你个头 我们家青青才十二岁 他虽然不爱说话 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街坊四林不知道吗 我家青青老是本分 有个眼尖的婶子 一把把我从屋里拉了出去 太阳打在我的脖子上 上面还有亲子的痕迹 周围像是凉水 泼进了油锅里一样炸了 喧嚣四起 哎呀妈呀 这么小就能勾引男人啊 这青一块子一块的 还说啥都没发生 吴沈哉 你节哀呀 可怜你那两个大儿子 遇到这么个勾人的见火 有几个老男人 目光隐晦的瞥着我 嘀嘀咕咕的说什么 别看年纪小 能说得咬麻之类的 我死死的咬住嘴唇 不明白这些人 怎么可以空口造谣 吴左吴右的爸妈 像是坐实了我的铁证一样 拿着铁锹冲进了我的家 把能看到的全砸了 我妈带着和煦老嫂 就跑得远远的 我姥姥拼命的阻止这群人 你们住手 凭什么砸我家里 做错事情的不是亲亲 我终于在大庭广众下 说出我的第一句话 不是我 我没有害人 也没有勾引人 周围的村民 就像看妖魔鬼怪一样的看我 原来这丫头会说话啊 那装什么哑巴 肯定是有问题 你知道不 听说当年他爸 就是让他克死的 可不吗 就他爸死那次之后 他妈用针把他的嘴巴缝上了 他才又不说话了 后来他妈不要他了 结果他又离这么远 都能克得他妈破产 也是 怪不得他弟弟 会平白无故 对点了人家的车棚 真是讨诈鬼 吴左他爸 伸手推了一把我姥姥 我姥姥后脑勺着地 克在了石墩上 姥姥 我尖叫的冲向他 大脑中轰鸣声久久的未停 解开了很多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可以正常地说话了 我妈此刻才像被触动了 也跑着过来了 姥姥却当场就不省人事了 眼看事情闹大了 很快地有人打电话报了警 110来了 紧接着 120也跟着来咬去 没有拉走姥姥 在120只来到之前 姥姥就断了气 7 我扑在我姥姥身上 哭得像的泪人 我妈回来这几天 我仿佛流干了我所有的眼泪 我恨恨地看了一眼 躲在我妈身后的和煦 她脸上无悲无喜 有的只是不以为然 警察了解前因后果之后 又亲自去了玉米地搜取证据 最后向村里人表明 是吴左 吴右 对我强奸未遂 被蛇咬死的 吴右在给吴左吸蛇毒的时候 却忘了自己一直支持发炎 口腔溃疡 所以也感染了蛇毒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吴左 吴右 是我害死的 相反 我姥姥的死 和他们一家脱不了关系 推我姥姥的 就是吴左他爸 考虑到他们家 刚死了两个儿子 警察私下告诉他们家 如果能娶到我家的谅解书的话 判刑的时候 或许可以网过尸杀人上铐 听了这话 我冷冷地看着我妈 我不管你存了什么样的心思 他们家必须有人 给姥姥陪葬 必须有人死 姥姥活着的时候 你没有尽过一天孝心 你如果敢签谅解书 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妈望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才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爸 我望着村长的小姨子 她家里在村里 弄了一个养鸡场 为了三四百只鸡 她看我盯着她 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 我看着她 像是在跟她说话 又像是自言自语 村里的鸡太多了 要是吵到姥姥上路怎么办 她表情像吞了苍蝇一样 轻轻想吃鸡了 俺家有的是鸡 给你姥姥办席的话 记得跟一说 从一这儿定 也给你便宜 我摇摇头 你家的鸡太吵了 我不吃 她冷哼一声 扭着屁股走了 当天晚上 她家的鸡棚进了黄鼠狼 只杀不吃 一只鸡胡乱地啃了两口 就扔那了 三百多只鸡一夜之前死完了 甚至没留下一只整鸡 从现场看 纯粹是一场虐杀 从外面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声响 连个鸡鸣声都没有 有的只是第二天 村长小姨子的无能怒吼 她当时就报警了 警察来了之后 表示不受理 没听过诅咒人 还能当证据的 有 我家门口支起来林棚 我姥姥只有我妈一个不孝女 往来的宾客 有很多也是那天来看热闹的 他们来了之后 在我姥姥的灵堂前 假模假样的掉几滴眼泪 添一把纸前 虚伪地念叨了几声 牢骚子人这么好 走得太早了不应该 我只是麻木地跪着 似乎与周围隔了一层毛玻璃 明明前几天 姥姥还对我下长寿面 让我一定要健健康康地 长命百岁 今天我与她祖孙二人 就已经天人永远 这人间的缘分当真是钱 这个时候吴佐他妈来了 一进林棚 就哭着给我姥姥磕头 老婶子 我们家对不住你啊 害你去了 这几十年的邻里邻居 你就原谅我们吧 我妈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你们来干什么 害死了 我妈还不够吗 赶紧滚 我们家不会千两姐书的 不管我怎么样恨我妈妈 她不愿意千两姐书这件事 让我对她是心存感激的 姥姥为了我才出事 不过轻易地原谅了这些人 我对不起姥姥在天之灵 我左他妈死死地 抱着我妈的大腿 呀没妹子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已经失去两个儿子了 再没了老吴 只要你签三个字 就有三十万啊妹子 我妈动摇了 虽然她嘴上没说 但是我就是能看得出来 吴家给的条件她心动了 我对她说 你如果签了谅解书 你以后就再也没问过这个女儿了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 听到三十万倒吸一口凉气 哎 清清她姥姥真会疼人 到老了没给家里添负担 还给孩子赚了三十万 清清 你不要不懂事 你无数还在监狱里关着呢 你好歹也跟人俩儿子都睡过 那哥以前也是你公爹 这不要脸的话 都能说得出口 十 是当时对我姥姥的那个六婶子 我强忍着胸口翻腾的恶心感 你在我姥姥临堂前 说这些东西不怕有报应吗 六婶子梗着脖子 你姥姥就是活着我也这么说 嘴上我脸上 我爱咋说咋说 一个小丫头骗子 一点人道都没有 我点点头 你这么爱说话 就多跟大家说说你心里话吧 这嘴巴不说话的时候 该嫌疼发痛了 我话音刚落 六婶子就开始喋喋不休 我跟老吴也算是多年的野鸳鸯了 他刚跟你五婶结婚那阵子 俺俩就好上了 俺家那口子床上不行 老吴这在监狱里 我也挺难受的 赶紧让你妈签了谅解书 把人放出来吧 话音刚落 六婶子他老公当众 捶了他一拳头 你他娘的 竟然背着老子的姓吴的好了 让老子当这么多年王八是吧 六婶子好 别打了别打了 他捂着嘴巴然后发现了 只要他一不说话 嘴巴就开始疼 但是张嘴说话 土路的却全是真心话 他看着我像看见了妖怪 一边捂着自己的嘴巴 一边大声地说自己的秘密 赶紧跑了 连偷喝自己孙子奶粉 让他婆婆面筋擦脚的事 让他满村都知道了 我讥笑地看着六婶子落荒而逃 接着回去给我姥姥守灵了 十一 下午的时候 我看见我妈偷偷摸摸地出了灵棚 何旭跟着他屁股后面 我不动声色地跟了过去 只听何旭一边啃着猪蹄子一边说道 妈 那个吴家的婶子说了 你签字了她愿意给咱娘俩三十五万 妈 姥姥反正都一大把年纪了 死了就死了 咱有了三十五万 不但能付房子首付 咱还能租个门店做生意 我妈瞪了她一眼 这话也是那个老吴家的教你的 何旭拉着她手臂 妈妈 姥姥都死了 你总得为我考虑考虑吧 我想回城里上学 我不想在这个乡下里待着 他们都欺负我 说我有个哑巴姐姐 你说 我姐万一每天把我也客死了 咋整啊 我妈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 你跟那个老吴家的说 晚上她偷偷来找我 你收拾收拾 咱拿钱 签了字就走 然后特意的叮嘱了何旭 不要告诉你姐 她姥姥这个房子 留给她戳戳有余了 我扶着门框 我妈一转身 就对上我的眼神 我冰冷的说 要走是吧 谁都走不了 姥姥都没入土 你就原谅了害死她的人 你配走姥姥的女儿吗 我妈的脸微微的扭曲 也不装了 我不配 我这么多年 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姥姥养老 是她没那个福气 你总得为你弟弟想想吧 是你把吴家人引过来的 你说我不孝顺 是你害死了你姥姥 你真的心疼你姥姥 你就该去陪她 你就该去死 我回头冲她微笑 该死的是你们 我不死 我姥姥让我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过了一会儿 吴家婶子过来了 我妈似乎赌气一样的 当着我的面签了谅解书给她 在她签了谅解书的同时 窗外突然狂风大作 天上电闪零铭 闪电一道道的 披在了林棚十米之外 我妈和吴家婶子都吓傻了 包括一些给白氏帮忙的 村里上的年纪的人 用手指着我妈 雅梅呀 你妈这是有怨气呀 你快给你妈磕头啊 我妈心惊肉跳地回头 对着我姥姥的黑白罩子跪下了 妈呀 我也是没办法呀 你心疼灵归你吧 我没爹没老公 老妈你也走了 日后没人帮衬我了呀 我不能拿何旭前程赌气呀 我站在她身边 低头看她 她把背叛说成 只是赌气这么简单 她背叛了我 也背叛了姥姥 十二 何旭伸手指我 妈妈 肯定是何清清她乱说话了 她是乌鸦嘴 每次她说了什么一定应验 我妈后之后觉得 抬起头也看着我 你非要你姥姥黄泉路 都走断了吗 她牙子欲裂 好像做错事情的 又是我一样 村里人不约而同地 对我退避三社 有人提起了 村长小姨子鸡卷的事情 好像村长小姨子家里 鸡死之前 何清清就说过 他们家的鸡太吵了 一夜死绝才好 妈呀 这丫头嘴这么毒吗 这不就是乌鸦嘴吗 有些当时 吴家上门闹事的时候 替吴家出头的人 开始后怕了 窗外雷雨轰隆 持续了一阵子 渐渐的停了 我妈脸上 也带了一丝笑意 站了起来 拍拍身上的图 你姥姥原谅我了 我今晚就带着何旭回深圳 后面的事 就你自己操办吧 你姥姥养了你八年 你也该尽点心 我不明白 姥姥这么善良 怎么会生了 我妈这个不孝的女儿 有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 替长辈戳头训斥我 何清清 你别给脸不要脸了 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 还什么都不要走 我偏要走 我看你怎么办 他正耍横的时候 门外传来 惊惊动地的轰隆一声 有人尖叫 滑坡了 山体滑坡 把村里的路堵死了 我好整以侠地看他 他咕噜咽了口吐沫 惊慌失措地跑出去 何清清你这个妖怪 我不怕你 我去找人收拾你 我目光扫过面如死灰的 我妈和其他人 我姥姥黄泉路上挺孤单的 不如你们都去陪陪他好不好 何清尖叫 那是你姥姥 要陪你自己陪他 我妈妈说了 你姥姥死得好 他死了 我们正好能住洋房 他话音刚落 正在这时候 刚才那个跑出去的男孩 牵了一只大黑狗 又跑回来了 指着我冲大黑狗吼道 旺财去咬死这个妖女 众人纷纷地往旁边闪了闪 那黑狗像个小牛犊子一样壮实 听了主人的号令 向我扑来 却越过我 扑到了我身旁的何旭身上 他身上手上满是油腻的猪油味 这狗不是专业训练的 见了心气有些发疯 冲着何旭就扑过去了 却不偏不倚地 咬在了何旭的命根子上 何旭惨叫一声 翻了一个白眼就晕过去了 狗却没有松口 狠狠地咬从何旭当部 撕咬下一块软肉 就咽下肚子了 先狗进来的那个男孩 吓得瘫坐地上 地下阴出了一片骚黄液体 我妈冲发愣人吼道 救人啊 愣着干什么 这些人才回过神 七手八脚地 把何旭抬到了村里的卫生所 有些懂点医学的人 想从狗嘴里扣出何旭的命根子 看看还能弄街上 狗却正托众人跑掉了 我喃喃道 姥姥你看 讨诈鬼段子绝孙了 十四 这个时候 灵棚外突然出现了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 身穿紫色道袍 自顾自地走进了灵棚 然后盯着我 这是村长小姨子 请来治黄仙的人 死了几百只鸡 倒是把他给请来了 那人见了我就皱眉 为了一己私欲 用自身执念引天雷 还诅咒了这么多人 至于吗 你还要害多少人才收手 我给姥姥香盆添了把纸钱 别人犯我在钱 我怎么做都是不为过的 这也是我姥姥或我周全 我不能让她走得不明不白 网压眉不配给我姥姥当女儿 能下去陪陪她也好 宋玄清 你不要多管闲事 宋玄清冲我一笑 你一直比也有了感情 严军怕是要哭了 村长小姨子不解的问他 宋道长跟这丫头认识 我家的几百只鸡 是不是这丫头搞的鬼 宋玄清似是而非的说了一句 是也不是 村长小姨子不解了 那是还是不是 他伸手指我 这位可不是凡人 这是严军手中的判官笔 一语成衬听过没有 就是说他的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蕴含天地法则 所以引得动天地异想 从某种程度来说 你有罪 他判罚 所以是也不是 他还事了临棚里的村民 你们往日里欺凌他们祖孙 被诅咒了 可是一点也不亏啊 有些胆小的村民 直接给他跪下了 道长救命啊 俺们小家小户的 有眼不识泰山 平日里只知道贪小便宜 欺卵怕硬 但是俺们最不知死了 就叫俺们道长 是啊道长 他说让俺们去陪他姥姥 俺们还不想死啊 宋玄清点点头 对我说 何清清 他们有错 但是最不知死 你说个法子话姐呗 我扭头不去看他 真以为我是小孩子 好欺负的吗 做错事情 就要付出代价 吴家兄弟想见杀我 该死 吴家父母是非不分 上门霸凌要我姥姥的命 还妄图用金钱脱罪 该死 何须口舌招惹是非 手键点人车棚 结果都推在我一个崖里头上 王亚梅就更该死了 在我小的时候 用针缝过我的嘴巴 又把我扔给了姥姥 为人母 他不尽职 为人子 他该死 而这些村民也全都是帮凶 我不觉得我有错 宋玄清挠挠头 骂了一声 你们真是畜生了 咋敬逮着一个好人欺负 真你让我咋给你们化解 末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论我 这样 你姥姥昨天刚刚走 魂魄还没走远 我给他换回来 但是老年人身体受到这么重的打击 然后身子骨也好不到哪去了 需要人安前马后的照顾 你愿意吗 我脱口而出 我愿意 我照顾我老一辈子都行 只要姥姥活过来 我干什么都行 宋玄清叹了口气 那你说回诅咒 我特地看了一眼这人 这话是吴佐他表叔 掐着大腿跟说的 疼得他底气十足 我擦了一下眼泪 装模作样的道谢 乡亲们对我姥姥的好处 轻轻记在心里了 仔细地算下来 一家子少说也得逃个四五万 估计毁的肠子都发死了吧 让你们平日里嘴欠 前到位 宋玄清立马忙活起来了 嘴里嘀嘀咕咕地念起了法咒 天门动 地门开 千里居魂来 过了小半个时辰 宋玄清做完法 累得也不顾形象地坐在了地上 又过了片刻 我听见棺材穿来深深的吐气声 下一刻姥姥就坐了起来 我恨不得一头扎进了她的怀里 泪流满面地看着她 姥姥 清清好想你 我妈这时候从灵堂外走进来了 披头散发的 比你会好不到哪儿去了 清清 你放过你弟弟吧 是我这些年 对不起你和你姥姥 没有把何须交好 能不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放过你弟弟 那可是你亲弟弟啊 我姥姥在我的掺服下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妈 我妈看到我姥姥死而复生 吓了一声尖叫 姥姥干脆利落地 甩了我妈一个大耳光子 累得自己气喘吁吁 王亚梅 你给我滚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你也没有我这个骂 我心疼地看着姥姥 这一下子手该多疼啊 我妈看着姥姥 终于灰溜溜地走了 把她的宝贝儿子也带走了 听说她去找那个纵狗的男生 结果最后人家未成年 何须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王亚梅带着何须走了之后 我跟姥姥又回到之前那种平静的日子 不同的是 村里人对我和姥姥很敬畏 现在村里小孩说个鸭子的鸭 让家里大人听见了 都得踹屁股蹲一脚 生怕勾起了我之前不好的记忆 我初中的时候 村里遇上拆迁 姥姥拿了钱 带我去个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让我在城里读书 我靠在她的肩膀上 想到了我12岁的生日愿望 和姥姥永远在一起 有一个幸福的家 事后 宋玄清偷偷地给我发了好多消息 你姥姥的事情处理完了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严君找你都找疯了 床底都掀了好几遍 我面无表情 是他自己不小心把我 扔进轮回井里的 这几万年我也该放个假了 好不容易做一次人 当然要好好地过完这一世 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